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看看 看到了 有58万笔 大家抱怨了 翻天了 那以现在的建议5月7号开始 到6月底要全部建置完成 讯号全面放松 可是你的这个讯号的品质 却是这么样的糟糕 让现在已经在收看的这个民众 大家抱怨了 就说不是 你如果是在移动的这个讯号员 如果是在车上 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地形或怎样 但如果在固定在室内 而且不是天后天后 你说今天晴天明天阴天 我跟你讲 如果你等到讯号全面放松的时候 就算晴天阴天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都不好 都会被民众这个批评 更何况 你现在如果说在同一天的不同时段 譬如说五分钟前 五分钟之后 五分钟之后 突然这个讯号 不是出现LAC 就是出现马赛克 就是出现整个讯号的乱调 你觉得我们以下来讲 在技术层面 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就技术面来说 我们数位电视的这个讯号的系统 已经准备好了吗 可以应付在6月3 如您所说的 6月30号就要全面 应该说在第四波开始的时候就全面了 那个讯号部分我请他们来说 我在这边跟这个黄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全世界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整个都关掉了 对 都关掉了 日本去年也关掉了 是 那么我们现在是以那个国际上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指标来做 作为一个指标 因为我也跟委员报告就是说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在关闭的时候 不会有明月 因为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我们现在是以日本为一个目标 但是我相信我们做的会比他们更好 对 他们当时日本的人口是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人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两千万人 他们在关闭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是百分 大概有18万的人看不到讯号 18万 是百分之零点四 左右 那我们现在是以 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关了六十七万 目前为止 已经关掉六七万 我们的明月是三十五通电话 所以我们是万分之六 你的明月是三十五通电话 我们的明月 网路上的明月是五十八万 则留言 我想那个可能情况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真的是帮他们 如果有任何的 我这么说吧 是 这么说就是说明月很多种 譬如说他有的是抱怨价格高 有的将来啦 我说将来可能自费装置的 他可能抱怨价格高 有的是抱怨怎样 但收视讯号的品质啊 这绝对是最重要的 对 您刚刚讲说以日本也好 欧美也好 世界各国 我们不反对你以日本当作目标 所以你要把其他国家当目标都OK 但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更应该要重视这个问题啊 是 就应该不应该为了开通而开通啊 不会 就应该把东西都准备好了 讯号委员稳定了 然后民众这个觉得OK 事实上这样转 这个transfer过去 转换过去 事实上是可以变得更好 为目标 而不是说这样改成数位讯号 常常出现讯号不好 然后怎样 我想好 我们在这个讯号方面是准备好了 我真的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一方面 你应该去看看 看看民众是怎么反应的 这做得到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也是问一下 如果将来要民众自费购买的这个数位基上盒 大概是两千块左右吧 好 请问寿命多长 好 这个部分我请我们主管处长来说明好了 一般这个基上盒寿命大概三到五年左右 但是这个也看当时的技术转变 那如果说到时候有新的技术 有人说一到三年 这一般的话三年是 所以我们讲三年了 两千块就要换三 就只能用三年 但是问题 他有时候功能有增加 他可能会再换机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最多只能用到 他只能用到三年 就民众必须再花另外一个两千块去 对 你用的话 电视机会整合在一起 内建在电视机里面 那如果将来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电视机是寿命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你可以预计说将来在新的电视机 好 平均大概三五年的寿命 好 的话 好 那将来下一代的电视机都是内建的 好 那是ok的 但如果 从那个角度来说 你现在现在的电视机 现在新买的电视机没有内建的话 他可能用个一两年 就坏掉了 好 数位基上就要再更新 民众就变成在 要又要再花额外的钱 就是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不是很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啦 但如果说就算将来的 这个 数位基上是内建在这个电视里面 但是 如果他的成本是外加的 好 因为将来的成本 如果将来不是够普遍 或是成本没有大幅降低 好 这个成本还是外加的 对民众而言还不是等于说 三两年 好 买电视机的时候 等于说 那个时候因为都数位 都数位训号 也没有类比训号 所以他 当他买这个数位 新的 新的电视的时候 就比 传统的贵 那这样 对民众的负担来讲 不是增加了吗 我先报告一下 就如同 机上盒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有认证的机制 它 应该有一定的品质 那第二点的话 如果说将来的话 这个机上盒 它没有内建在电视机里面的话 外建的话 它 假如说坏掉的话 应该是 应该有保固 这个大概 应该可以 我觉得这部分 可能 可能你们可能 也许 是不是能够帮民众 多把把关 这部分 所以计算 如果它的品质 是良幼不齐的话 而且它的寿命 是比较短的话 那对民众来讲 真的是 我要再剥一层皮 我们目前都有认证机制 OK 另外一个问题 请问 请问主委 您记不记得去年311日本地震之后 其实那个时候 内政 那个时候的内政部 江部长 现在的江副院长 就提过了 所以要协助 请这个电信业者 在第一时间 以手机简讯 通知一些 地震海啸警戒区的民众 去做避难 我们那时候的 呃 您检证 就说了 好 这部分要克服一些 呃 这个细胞式广播 跟这个手机格式的问题 估计中华电信 要建制这套系统 可能需要一年 那现在在311地震周年的现在 已经做完了嘛 好 中华电信说 今年来不及 要到明年五月 那我想请问 NCC这个监督的角度 在哪里 呃 我都了解中华电信的区域简讯 已经完成了 也已经启用了 已经启用了 对 已经启用了吗 对 区域简讯 区域简讯的部分 区域简讯的 我讲了 不是我一般的简讯 我讲的是 紧急灾难 好 碰到的这个部分 会透过 好 不同系统的 不同 不同系统的手机 或者 或是不同公司的 这个 这个通讯公司 简讯现在当然都有 你我都有简讯啊 我只是说 这个紧急灾难 在第一时间 可以透过政府 怎么样发布讯息 那中华电信 就可以 帮 所有的 包括他们自己的 用户 以及所有其他的 这个通讯业者的用户 来发布说这个紧急 避难消息 现在我们在建构的是整个 包含中华电信在内的 整个区域简讯 因为我们曾经评估过 也在那个灾访会 报告过 就是建立跟日本一套的 那个系统 对于台湾这个 服务员比较小的 这个国家来讲 十亿比较小 所以区域简讯的部分 我们把那个 那个范围扩大 然后那个速度加快的话 对民众比较有时效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像他们这个距离那么远 可以有一个 即时避难的功能 但是要有通知 紧急告知的功能 这个是要有的 所以这个部分 明年 有啊 以海啸来说 你多争取个十分钟 五分钟他在高的地方去避难 有 那个部分有建制 就有帮助啊 明年五月应该全部都可以完成了 明年五月 明年五月 所以不是今年三月了 对 明年五月 所以不是今年三月 那就延后了 你看 接下来 你们儿少通讯 传播权益政策白皮书 的推出 时程 也一再往后延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们白皮书已经公布了 对 我知道 对 现在公布 但原先你们要更早的时候 要公布的 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个部分的旗程 当初 政府希望说 要做的这个政治承诺也好 或是政策承诺也好 不是这样改来改去 或者说时程一再延后 坦白讲 这部分 我们没有 对 我们当时没有特别有一个就是 其成 但是我们想说 我们主要是跟那个儿少福利法配合 所以在儿少的安全那一块来做 那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这个月已经开始要 要跟那个各界开会 把那个优先的那个权益的部分 要先开会来处理了 所以这个其成上面 那个儿少法是二月过的吧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月就开始了 就后续的 你们当初的讲 讲法不是说 跟配合儿少法的通过 你们来做这样的白皮书 这里面有好几部 好几部分 我跟委员报告 有一个部分 是我们原来就要做的 对 就是那个广播电视 特别是那个分级制度 像委员记得 也咨询过嘛 那儿童节目保护的部分 那个部分 承诺说多久就要做了 对 这个部分我想请那个何局长说明 好 委员一直关键是上 比如说那个电视节目分级处理办法 类似这样 对 那我们已经在讨论 已经讨论了三个学者专家的咨询会 我们预计应该五月六月的时候 草案应该就可以对外来 五六月的时候草案 是 咨询 这比你们原先表定的时间 还要慢一点 对 因为我们收集蛮多意见的 是 好了 我觉得其实 有出来 比没有出来 好了 但是希望说如果说你们对于政策 或是说对于主委的这个看法的一个承诺 尽量能够依照这个原先承诺的时间 可不可以 好 可以 谢谢主委 谢谢 好 谢谢